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数组的切片 听起来不可理解 什么叫数组的切片 为什么要切它 好 咱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看一下咱们的知识点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知识点只有一个 我给您读一下 咱们看 咱们使用数组的切片 来表示数组的一部分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叫切片 为什么它不是整个数组 因为咱们在这个右边过程中 可能有很多数组 对不对 但是咱们仅仅只使用数组的 一部分的时候该怎么做 其他语言中 可能需要用到循环下标 但是咱们在Python中 就可以使用切片来完成处理 咱们把数组切成一个个的片 好 咱们一起来学习 咱们看一下实战演习 其实非常的简单 稍等 我建一个测试文件 咱们还是和以前一样 边运行边讲解 您就边理解 这是我给您准备的例子 咱们从上往下 一个个运行 首先 因为现在是世界杯期间 所以说我这建了一个世界杯的数组 然后我马上运行一下 咱们看一下当前数组的输出 老规矩 咱画面的左边 是我的代码部分 右边是咱们运行结果的部分 咱们先试下现在的代码 这个代码跟以前一样 咱们先简单运行一下 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大家请看 我声明了一个世界杯 这个足球强国一个排序 一个排名 大家请看 这是世界杯 这个是俄罗斯世界杯 还没开赛的时候 开赛前的世界排名 第一是德国 对吧 然后第二 巴西比利时 葡萄牙 阿根廷 对吧 大家请看 我输出数组内容 也没有问题 德国巴西比利时 葡萄牙 阿根廷 没有问题吧 OK 咱们要准备对它进行一些操作 准备要切切它 该怎么做 注意看 大家请看 我首先有一个切片的定义 我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一行一行讲解 一行一行运行 一行一行讲解 大家请看 我刚才通过这个print 非法launting 打印出来了 我这个数组里面 所有的内容 对不对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我呢 要给数组中 传一个参数 这样吧 大家注意看 如果我这个地方 传0的话 会出什么内容 第0个元素 对不对 数组的第0个元素 大家请看 Dermany出来了吧 如果我是传1 巴西 没有问题吧 为什么 这是数组的第0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 没有问题吧 OK Python还支持咱们传切片 我传了 注意 我是从0一直到3 3-1 这样就是说 我一这样写的话 它会帮我输出 从第0个元素 输出到第3-1个元素 咱们试试 看看运行的结果 这是Python读有的语法 够 大家请看 输出 德国巴西比利时 从0到1到2 对吧 它输出了0到2 也就是三个元素 能理解吧 这就是切片的使用 它不把咱们整个数组内容 都给咱们输出 它只是把数组的一部分输出 数组的一部分 哪个部分就输出 是咱们指令的下标来决定的 OK 既然0到3可以 咱们再看看1到4 显示什么内容 D是下标 然后后面4是要减1 来表达下标 咱们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0到3是Germany 德国巴西比利时 1到4呢 巴西比利时 普特牙 没问题吧 这是下标为1 下标为2 下标为3 但是不输出 下标为4 OK 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下标 后面这个 冒号后面的下标 是要减1 然后输出 OK 再接下来 大家看这个写法 我前面什么都没写 冒号前面什么都没写 然后直接跟一个3 什么意思 其实它输出和咱们的第一个0到3 是一个概念 我这个0可以省去 好 咱们再试一下 Go 没问题吧 大家请看 这行的输出 第二行跟第四行输出完全一样 区别在哪 区别在于代码中 冒号前写不写0 就写不写0 它都是从0开始输出 没有问题吧 OK 最后一个 最后又什么意思 冒号前是from 冒号后是to 对吧 to 我什么都没写 是什么意思 输出到结尾 对吧 好 看一下结果 Go 大家请看 从第二个下标为2的比例诗开始 一直输出到数组的结尾 没问题吧 大家请看 就是通过这个方法 来表示数组的一部分 也就是切片 一说切片感觉挺难 是吧 其实就是数组一部分 好 咱们回到我的课件代码 咱们再往下 循环切片 太重要了 太常用了 我试试 我把这屏幕清一下 请稍等 然后我把刚才咱们切片挺一部分都屏蔽掉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这个代码 好 接下来咱们要循环一个切片 首先说 咱们把这个数组切下来之后 它其实还是一个数组 对不对 既然它还是一个数组 说明它可以做数组的循环 怎么循环 跟循环正常数组是完全的一样 没有任何问题 马上运行看结果 那请看 我的切片从0到3 所以输出的是德国巴西比利时 没有问题吧 下标为0 下标为1 下标为2 没有问题吧 OK 咱们像循环正常数组一样 来循环切片 完全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 接下来复制切片 切片它可以复制了 它是按直复制 屏蔽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我把这个数组从0到3取出来 复给一个叫做TOP3 前三位 对吧 世界前三位 咱们先运行一下 这两行代码 看一下结果 够 大家请看 我TOP3 把这个切片 复给了一个新的变量 TOP3 没有问题吧 然后直接输出 输出是德国 巴西 比利时 前三名 没有问题 OK 然后我给这个TOP3 这个数组 这是我复制过来的数组 对不对 我给这个数组 再增加一个元素 从后面增加一个append 增加一个元素 葡萄牙 增加完之后 咱们再输出下这个数组 看什么结果 大家请看 输出最后一行 我增加了一个葡萄牙 所以说 这葡萄牙跟在最后面 没有问题吧 咱们切片也可以当做数组处理 它具有数组的所有的方法 通过这个例子 您就能够得知 完全没有问题 OK 以上就是我给您讲的 Python 关于切片的定义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它其实就和数组 是完全的一样 只不过 它指定了一个范围 这个就叫做 Python中的数组切片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我的代码会放到刊中的服务器 最好您能够下载 然后实际运行 手敲一下 复制不推荐 推荐您手敲一下 来感受一下切片的使用方法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视频会放到优酷 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来学习吧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